基隆港80年历史的C2C3仓库码头最近面临了拆除危机 1930年基隆港是日本的殖民港 当时盖了8座仓库码头 现在只剩这两座 他们见证了台湾光复 日本战败反国还有国民政府来台等等 是台湾重要的历史记忆 而且仓库码头整座钢架利用锚钉衔接 是全台湾硕国仅存的工法 但是仓库码头现在被政府划进了都庚区 面临了拆除危机 从17世纪就开始建设的北台湾第一大港 基隆港是台湾游客量最高的港口 其中C2C3号的码头仓库 是日治时期的建筑 如今却面临拆迁的危机 把C23仓库 把C23仓库 留给基隆人 留给基隆人 基隆港的旅客量逐年上升 到我们今年已经突破到55万人次 那相对还有两岸开放之行 所以基隆港现有的旅客服中心 就是西岸这个部分 已经是不复实用 都市更新岸的开发 跟C23仓库有些冲突 基隆港C23号的码头仓库 坚证台湾光复 日本人战败反国 国民政府百万大军撤退来台 是台湾人重要的回忆 现在记者所在的地方是基隆港的C2C3仓库 已经有超过80年的历史 导演马智翔的新电影Cano 也特别到这个地方来取景 这两座仓库是全台仅存 以钢板打入盐盘 在以锚钉衔接钢梁工法建造的建筑 每只锚钉的距离是7公分 工法细腻 尽管历经了80年的岁月 依旧屹立不遥 但现在面临都市更新 恐怕就要被拆除 原本上它是同意我们C3部分拆除 但是保留5垮 就是5个住间区的部分来做 然后同时把C3保留的5垮 以及C2整个仓库来进行文史调查 现在C2仓库占定保留 C3仓库已经确定要拆除 在开发以及文化保存上 政府要如何去拿捏 全台人民都在等着看